印尼疫情远处高峰 且当地的染疫区限自28号以来持续上升 目前通报最新确诊已达14500多例 创下单日的新高纪录 与此同时当地多达34个省份 都已出现疫情的蔓延情形 医疗专家警告 部分地区的医院已达运转高峰 医疗已尽崩溃边缘 近日当地就出现一名染疫男子 在遭10家医院拒收后不幸病故 马来西亚在前一天确诊达5725例 创下新高之后 当局最新通报单日确诊达5728例 再次刷新记录 大马卫生部表示 正修改相关法令 授权地方政府官员 对违反疫情管制措施的人士发出罚单 并会强制私人医院即时通报确诊病例 以及授权医生对疑似的患者 发出居家隔离令 期望降低感染率 中国当局通报 单日最新确诊达92例 其中本土病例占73例 而单日确诊数也比前一天增加40例确诊 除了传出人员的染疫消息之外 中国又发现有进口冷冻食品 对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 染疫的是当地网红食品奶枣 据官方表示 目前至少有7个省市 发现带病毒的奶枣流入 日本染疫数自29号以来下滑 最新单日确诊降至3000多例 但整体的疫情曲线仍偏高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政府将讨论将2月7号到期的紧急宣言 延长一个月至3月7号 而目前实施紧急宣言的11都府县 只有栗木县考虑如期解除 南韩中央防疫本部通报 截至当天临时 南韩较前一天新增355例确诊 比前一天新增确诊数少100例 不过目前教育设施的群聚感染尚未平息 首尔汉阳大学医院等地也接连发生集体的感染事件 政府决定是疫情态势 公布将于2月实施的防疫级别及措施 印度疫情平稳 近日确诊已降至15000例以下 包含当局通报的最新单日确诊数13000多例 考量国际的新冠疫情情况 印度民航总局稍早宣布 把国际航班禁令延长到2月底 但表示主管当局将视情况而定 允许在某些航线恢复国际的定期航班 美国近日疫情曲线有趋缓情形 最新通报确诊数已降至14万多例 比前一天减少3万多例 美国疾病管制剂预防中心29号下达命令 要求全美的大众运输系统几乎都得戴上口罩 以遏止疫情的蔓延扩散 英国的疫情曲线下行 最新通报新增2万3千多例 比前一天减少6千多例 不过过去24小时之内就新增1200人病故 累计病故数增至10万多例 另外英国境内累计已有838万人 接种第一剂疫苗 就在全球最新吸手合作控制新冠疫情之际 欧盟和英国因疫苗的供应问题起征止 欧盟指挥会一度扬言动用英国脱欧协议的紧急条款 限制疫苗穿越爱尔兰边界运至英国 今晚稍早紧急撤销计划 但可能已加深双方嫌隙 法国疫情自27号以来 每日新增确诊均达2万例 过去24小时之内新增2万4千多例确诊 比前一天增加1千多例 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表示 将对所有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关闭边界 除非有必要入境 入境禁令于1月31号生效 以限制外来的新变种病毒在该国继续传播 德国整体疫情趋缓 最新单日确诊达9千多例 曲线也自28号以来持续下降 德国政府决定自1月30号起收紧入境禁令 主要针对病因病毒扩散严重的7个国家 包含爱尔兰 葡萄牙 英国和巴西等国 将实行至2月17号 西班牙疫情严峻 自28号单日确诊数达40,200多例 创下该国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之后 30号单日新增3万8千多例确诊 当局尚未更新过去24小时的新增确诊人数 自西国去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至今 当地只有3名14岁以下的孩童 确诊新冠肺炎 其中一位是年仅10岁的小男孩 他在近日住进加护病房 与病魔抗战11天之后 终于在29号顺利康复出院 医护特地献上出院了礼物给予祝福 现场画面温馨